不止慢性病患者染上新冠肺炎 容易變成重症 还有肥胖族群也得注意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就指出 这接种疫苗后产生的中和性抗体 肥胖者他们仅能产生正常人的一半 另外英美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如果BMI值大于30的话 你的住院风险是比一般人多出两倍的 需要重症治疗也有七成以上的机会 死亡风险也增加五成 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其实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 因为肥胖的人体内有比较多肥厚的脂肪细胞 那功能当然也就不正常了 因为它过度与AC12的这个受体表现 它可以跟新冠肺炎的病毒结合 那你身上的细胞就会变成是一个病毒温床了 再加上这脂肪细胞 因为病毒入侵之后 它会引进诸多的巨氏细胞及单核酬 环绕于脂肪细胞以及脂肪的周围 它就会激发不良的 促炎性细胞激素大量释放 全身性你就会过度发炎 严重的就会导致免疫失调甚至死亡 就算恢复了也会有肺部永久性纤维化的后遗症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